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欢庆BOSS CHO 18岁生日 贵傻拜 整路欢笑不停啊 开心圆满 杂白君 No.1 首先到了吊场的时候 我们先判断一下水流的走向 是从上游转一个L型的流向 然后我们再来判断鱼的位置是在哪个位置 翻白 这些黄色箭头处就是鱼在反白的位置 这些位置我们就需要设定抛头的路线 先试选三条路线 依序从内侧中侧到外侧按顺序去抛头 绿圈的位置就是基本上设定 它会在这个位置咬下去 所以在位置处要特别放软一点 然后让它不卡顶 真的是猖狂 翻得太狂了 可是怎么看都没有苦活 这好像百分之百的阿嬷 好今天设定的线组跟吊杆都没有带到对付阿嬷的线组跟吊杆 所以我还是继续找一下苦活的踪迹 我们往下游去了 Let's go 下游它这边的溪段它的流向是都靠对岸的草丛边这样子流 这个基本上在钓鱼的过程当中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只要站在右岸就可以往上游跟对岸抛头容易中雨 不过目测还是没有苦活 今天风非常大 我们转一下下游看看 下游红圈处是原本设定的赖区地点 无奈今天没水只能在橘圈处 这边稍微查看一下 发现水流也是非常小 不适宜做掉 没看到再翻 寻西寻完了肚子饿吃饱饭 下游地区吊吊看 对着镜头Give me five 三月春天春暖花开动物都出来了 攀木蜥蜴 跑走 一到钓场我们先看一下Ping light的位置 就是它水流的方向 直线的完全无转弯 那我们再看一下浅蓝跟深蓝的位置 浅蓝属于缓区 可以做停留 浅蓝的位置是属于急流区 可以掉漂流流迁 选择的吊点位置 先设定四个位置 定点位置选择两个 漂流位置选择两个 一样由内向外 先从内侧吊完再吊外侧 吊场管理 最终咬点是在Ping arrow这个位置 做索尔的动作 它咬完就往下游跑 然后我们就顺势把它拉起来了 今天这一条是第一条的苦花 体型还不错 只是瘦了点 那这边的鱼体大小跟水流 是非常有相关的 水流越大 鱼体就跟着放大 水流小 它鱼就跟着瘦扁 所以非常建议风水期的时候 再过来做钓 以及秋冬最好是冬天再过来 因为这边杂鱼是非常多的 整路都是花落汗 还有一些浮水鱼 会抢耳 那能够钓到这条苦花 也是避开了不少 杂鱼才钓到 终于开了新单元 分享的单元 可以看一下我这边分享的部分 就是我们抛头 遇到风大的时候 我们这抛头可以使用荡抛法 荡抛法我们可以先把线组 先甩到右侧 基本上就是下游处 然后杆子反作用力 甩到上游处 这样去做抛头 就可以非常顺畅 有空可以试试看哦 而且种鱼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这个没有震出的动作 所以你的钩耳的软爛程度 可以再提升一点 因为基本上不太会钓 好 接下来是第二个分享点 就是隐身钓鱼 我们为什么要隐身钓鱼呢 就是让鱼的戒心降低 然后索耳干脆利落 吃了着钩位置正确 首先我们要面对阳光 不要背对阳光 这样我们的影子处 就会在你的后方 就不会在你的前方了 所以现在我们是非常好的位置 非常容易中鱼 用对方法很快 齿花就会被你骗上岸 开心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位齿花有缺陷哦 可能是这边的水质不好 鱼体身上伤痕很多 嘴非常小 心中还有一个标的钓点 OK 放鱼咯 放一放 我们待会去最后一个钓点 想要凹凹看 看看那个钓点 有没有东西 放鱼 也没准备 谢谢 谢谢 好 这个 時間不多,我們一到釣場先看一下它水流方向 這個skylight的方向就是水流方向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一下魚翻白的位置 基本上紫色的是假標點,黃色的位置才是正標點 為什麼呢?因為紫色的位置,它的翻白的位置的地方完全沒有遮蔽物 而且沒有陰影處,而且那邊的日照是比較充足的 所以那個位置的話,魚是看得非常明顯 對於岸上的動靜,它是非常撩落指掌 所以它完全不會咬,除非你敢挑戰抄襲線 那你中鉤的機會就會偏高,而且魚體都很大 但是拉不太起來 那在陰影處的位置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位置 那個位置有遮蔽物,有大石頭 而且魚會在那裡不經意的縮爾 所以那裡用的線組就可以稍微粗一點 但粗也不能太粗,大概就是0.4 那你在陽光照射的地方,你大概有0.2號線 是可以攻克看看的 回家了 天黑了天黑了 你以為完了嗎? 那釣苦花總是要嘗試 我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有興趣尋西 那在西邊又尋到了一隻烏龜 然後這隻 當下我以為只是一般的巴西龜 實際上它卻是一隻原生原種的 本土長尾龜 斑龜 非常可愛 那我看到這隻斑龜,我的興致又來了 如果晚上我們來釣個苦花試試看呢 事實證明晚上釣苦花真的會咬 不過它咬的時間 在日落後的這一個半小時內 它還是依然會縮爾 那超過這一個半小時之後的 縮爾基本上就沒辦法了 因為它已經全部歸動了 即使你有用頭燈照 它也是沒有辦法讓你釣貨的 所以這是一個參考 就…